9、8、7、6、5 在倒數計時後伴隨著起跑的汽笛聲 選手扛著三太子神偶在踏上旅程 九天杯環台賽已步入第十屆 為期二十八天的環台賽 參賽選手是七人組隊 分工合作完成扛三太子徒步環島 1035公里的熱血挑戰 九天民俗記憶團自2011年成功扛著三太子 挑戰沙哈拉沙漠基地賽事後 九天使團長認為 國際間皆有文明的大型運動賽事 富有文化蘊涵的台灣 也應該有個屬於自己的賽事 因此策辦了九天杯太子極限蘊涵台賽 以公益賽事激勵國內的青年學子積極走出戶外 提倡勇於自我挑戰 自2012年起選在夏季最炎樂的七月份舉辦活動 九天民俗記憶團許智農團長說到 我覺得台灣人應該有屬於台灣人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極限的一個挑戰 尤其像扛著三太子這是一個台灣特色 從九天民俗記憶團扛著三太子去參加世界的四大集地賽回來之後 我就一直想要帶動台灣的年輕人來參與這樣的一個盛事 我們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運動自己這一塊土地來做不一樣的挑戰 來讓每個年輕人來愛這一塊土地 我常常在講這個活動28天就是28本的教科書 那可以創造出每一個選手他們在走這一圈當中 不只是思考 領悟 還有感受 二來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每個選手每天不一樣的故事 這樣他把故事告訴更多的台灣人 甚至告訴他更多的國外的朋友 然後來知道台灣美在哪裡 台灣人可愛在哪裡 台灣人 年輕人堅持 容易冒險挑戰的精神是什麼 試逢環台賽10周年 本次參加環台賽的選手共計有34名參加全場組 共有5支參賽隊伍 在賽事中的第21日 隨意剩下兩支隊伍 能監視到選手頂著36度以上的高溫 努力前行 其中更發現年紀最小的選手 10歲的蔡豪君總是走在隊伍最前面 蔡豪君與其父親蔡明倫一起參加本屆的挑戰 參賽選手蔡明倫父子提到 我們家住基隆 我老家在基隆暖暖 然後我們本來在台北生活 這次因為我們公司自己捐了一個太子的戰甲 然後所以戰甲上面有絕旅的名字 所以我們才起心動念說想要來走 這次28天的環島自行 然後我自己本身當然從事旅遊業 那也還沒有真的用雙腳來走過一次台灣 所以那時候就想了兩三天之後呢 就決定來報名參加這次活動 那我的兒子浩君呢 他是四年級十歲的孩子 那當他知道我要參加這活動的時候呢 他也跟我說他也要參加 那因為在我評估就是整個這個路線啊 還有安全性上面來講 因為他一年級有跟我去走過阿朗伊 二年級跟我走過中橫七十公里 那三年級跟我騎腳踏車 要滑杜木桌啊 那四年級突然我覺得他的角力應該沒有問題 那所以就他想來喔 評估過安全之後就帶他起來 那在這前面的21天 大概已經累積了將近快800公里 其實他大概只有100多公里沒有走嘛 他個人的感受我覺得他越走越有興趣啦 其實他每天我都會問他 其實他就覺得好 我覺得孩子就是可以用雙腳這樣走一遍 然後或許他們眼中看到世界 跟我們看到世界是不太一樣的 或許他無法表達 可是我覺得這一趟會對他來講 不管是看到大人們的努力啊 或者是看到 我們看到台灣這樣的美景 還有太子上的精神 我覺得 我覺得是非常棒 非常特別的經驗 而九天杯賽事除了扛三太子換台外 另一個最大的特色 便是號召來自台灣各地 有愛心的重機騎士擔任導入裁判 維護選手秩序與安全 身具圓滿意義的第十屆九天杯環台賽 今年共號召了200多名的重機騎士 由各地的車隊分別在各個城市 維護選手的安全 這些熱血騎士 每年自願報名參與賽事 一直以來不遺餘力 用不同的形式發光照亮參與者 只為讓選手得以順利平安玩賽 基隆海妖騎士團代表楊智君表示 將近20台的維持那個交通的選手的安全 然後經過設計會比較順利 比較順暢 選手安全會比較浮渝 希望透過行腳的方式 推廣年輕人踏出湖外勇於挑戰自我 展現台灣人堅韌不服輸的精神 期盼能推廣讓更多認同者參與 成為台灣獨居特色的活動盛世 公民記者蔡宗和高維成 文建平基隆安樂區採訪報導